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份财产约定当中 一旦你不跟他过日子 就是他要拿回一半的房子 这个也符合人之常情 对吗 是 那女士我问一下 如果现在你们进行拆迁了 新的房子仍然登地到你的名下 如果你提出离婚 你还愿意把新房子 分给你的丈夫一半吗 我要提出离婚 我可以给他 这句话 你跟你的丈夫说过吗 我说过呀 都是当初他搬东西往外 我就说了 我说咱们先搬离婚手续 该是你的我又给你 现在呢 现在我不这么说了 因为他靠了我五年了 女士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这个房产 因为你证明不了 你的房屋买卖协议 真实地履行了 现在你想说 是你个人的风险很大 就是五年您觉得是个因素 因为它有时间因素 有感情上的变化 但是从协议约定的内容上来讲 你们之间的法律关系 权利义务 并没有因为这个五年的时间 而发生任何的变化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关于他的公证书 他经过了公证 是不是效率等级 就要优于你的房屋买卖协议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份公证书 它见证的不是提升你这份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效率等级 而是证明你们在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 你跟你丈夫都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 他证明的是这么一个签订的过程 这一点你要清楚 他不是赋予这份协议 有更高的等级效率 这两份文件 两者取其一即可 但是由于你太担心 这套房子拿不到 他也太担心这段婚姻得不到保障 双方都想再加一份保险 双保险 结果就这双保险导致整个的关系就乱了 那这样啊 今天我们拓展一点法律知识 说不都说结婚以后 很多东西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那今天为什么又提到了婚前财产 婚后财产 那我们结婚之后 到底还有没有婚前财产 是可以有的 首先要明确一下 按照法律规定 只要你婚后取得的 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想证明它是个人的 那么你要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 它是由你婚前的财产形态 转化过来的 比如说我之前有这么多钱 我把它变成了金砖 可以没问题 我把它变成了房子 可以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之前有100万 你去炒股去了 并且产生了收益 正一种30万块钱 这个投资行为发生在婚内 那么投资所产生的这个 30万块钱是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你的本金 仍然是你个人的 它不会随你的婚姻 延续的这个周期 发生任何的改变 很多人说了 那我婚后买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我 夫妻共同的 也不是 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很多 夫妻两口在结婚的时候 送钻戒 这个钻戒 很多人说 带在我手上的 这就是我个人的了 那么其实不是 它仍然是共同的 不是说带在谁手上 就归谁 哪怕刻了它的名都不行 我也可以 去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主张分割 但是什么情况可以 个人专属的生活用品 你拿下去 不可以 因为这是我用 放你身上 你就用不了了 假设我们拿一个房子 再做例子 比方说 首付是其中的一方 在婚前首付的 婚后他们共同还贷部分 这个是可以作为 婚后的共同财产 能这么理解吗 方琪律师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这个婚前财产 和婚后财产的问题 您说的这种情况 一方在婚前支付首付 签署房屋买卖合同 房屋呢 登记在自己名下 婚后双方共同还贷 那么根据婚姻法的 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那么在双方离婚时 首先应该协议处理 那么如果协议不成的情况下 那么根据现在的司法实践 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这个房屋呢 是可以判归婚前买房的一方 但是婚后共同还贷 和增值部分 需要向另外一方 去进行补偿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我们画一条界限 那么在登记结婚之前 叫婚前财产 登记结婚以后 那么是属于婚后财产 如果是说 双方没有夫妻财产约定 那么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 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就结合到本案当中来 房子是您丈夫 婚前取得的是他个人财产 它并没有因为 你们俩登记结婚 而转化为你夫妻的 共同财产 但是如果你们的房屋 买卖合同真实 它会由您丈夫的 婚前个人财产 转化为您的个人财产 明白了 那今天我们做了很多 这个法律知识的一个扩充 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 也能了解婚前婚后财产的 一个情况 另外再想问一下 刚才女士提到了 她现在生病 那她想问问 她这个药费 跟先生有没有关系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婚内 一个人生病可能产生了一些 生活上的支出 那么按照婚姻法解释 第二十条规定 夫妻婚姻存续过程当中 任何一方对另外一方 是富有辅助义务的 如果没有履行辅助义务 那么受困的这一方 主张那一方支付相应的 抚养费用 也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所以这要根据你自己的条件 去看看对方有没有对你进行 相应的那种辅助 她的工资 包括她的任何收入 只要是在婚内取得的 都有你一半 这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简单的来讲 对方的工资是夫妻共同财产 另外支出的这些费用的话 对方是有辅助义务的 明白了 少人老师 我们总是爱给自己 重要的一些东西买个保险 其实我们也想到 会给自己的婚姻情感上个保险 那我们真的上了保险 这个婚姻 这个情感就一定能在吗 可能我们要想让我们的婚姻情感 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是要我们付出真心 付出我们对未来生活坚定的信念 通过要自己的努力 你才能够让你的婚姻 让你的感情一直保鲜 那婚姻情感当中 我们付出了很多经营的努力 但是它依然可能有时候 会因为房产 财产 以及其他的一些人际关系 受到的干扰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争夺一些眼前 可能看上去的这些利益 想一想 如果当年我们不和他结婚 也不存在这些房产 我们当年跟他结婚 也并不是为了房产 而是我们为了自己 需要的真情感 所以当你在沉浸在 争取利益的过程当中 想一想初衷又何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